創意的財 盡在云通 亲爱的全罗同志们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金钱道 那这两天我们 因为九月了嘛 对不对 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 九月的心路历程好不好 就很开心的这个月啦 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 我们不是新增加了一个时段的节目嘛 对不对 就是晚上的这个时段嘛 九点到这个 九点半这边嘛 那新的这个时段当然就是很高兴 那加入了我们新的朋友 然后我记得九月一号的时候 我跟我们公司讲说 九月千万不能落盔 我们要把今年过完年以来 一路的光荣的这个过程当中 忠实的来跟我们晚间的朋友做分享 那我让他们感觉到 因为他们第一段没有跟上我们嘛 对不对 像当时那种很低的时候 14块钱啊 广宇啦 然后我们知道就是说今年大涨上来的股票 当时那个刚刚从十几块上来那有达啦 今年几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股票 那然后呢 我就跟我们公司讲说 我们的周周二十万呢 一个目标 利益非常基础 非常清楚的简单 你一个礼拜能够赚到二十万 两个礼拜就是四十万 三个礼拜就要六十万 三个月它就要一百二十万 那一般的投资人需不需要一百二十万 你当然想要赚到一百二十万嘛 对不对 可是我在叙述的同时 你知道我有一个经验 就是说 现在的台湾投资人 在我跟你讲一百二十万的时候 很多投资人他其实不敢去想这个数字 啊 蔡老师我都不敢想 你讲那个太多了 我只要赚五万块就很开心 那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台湾的投资人为什么变成没有梦 不敢做梦 因为你们是被害的 我昨天的节目哦 你知道吗 造成全台湾所有非常多观众的重大回响 同业很讨厌我 可是散户非常爱我 因为我一句话就是跟一把剑一样 刺穿了很多人的假面具 现在市场上 我觉得台湾最奇怪的一个现象就是说 你会发现到非常多那种财经综艺节目 财经综艺节目就是每天晚上 很多那种财经综艺节目 会有一个来 会有主持人嘛 对不对 还有来宾 他们就在讨论一些这个非常风花雪月的问题 我举个例子来讲 我今天下午在另外一个台路太生气 我把那个字卡撕了你知道 比方说以今天来讲下跌104点 你们知不知道那种财经综艺节目会跟你们讲什么 很简单啊 他会跟你们讲这个 我今天早上太生气 我把他们那个字卡给撕了 他跟你聊一些什么 聊很简单啊 今天那些伪君子会跟你讲什么 昨天只是拉高结算 要怎么破解外资的两面手法 央行这一次不降息 那终结的连续降息是不是代表景气回温 那如果景气回温的话 接下来不降息是不是代表几个解读 第一个空方解读是降息无效 第二个多方解读是走入景气行情 那到底是哪一种呢 就讲一堆废话 再不然就是一堆嘎嘎乌啦啦 嘎嘎乌啦啦啦乌嘎嘎 就这样子 然后昨天我不是说过吗 这种东西 这种东西就是跟什么一样 就是你可以去课堂上教这些东西 但是你在实际操作上的时候 对你来讲并没有很大的帮助 为什么呢 因为实际上对一般的投资人来讲 你三百万的资金在做好 请问你能够买整个大盘吗 你也不能嘛 你只能够买一两档股票而已 那你三百万的资金 只要买到一档股票 它只要涨7% 是不是就20万 每个礼拜你 只要专注在一档7%的股票上面 你不要去管其他的事情 你就可以做到了 对不对 这是我们的概念 我们带来给九月的朋友 结果我们九月 晚上的新观众 这个月被我们吓死了 尤其是那个 过完那个中秋这个月 这个礼拜 被我们吓死了 太可怕了 我们的新观众打来说 我的妈呀 伸展怎么会有这种股票 怎么太夸张了 怎么三天就可以涨超过这个80% 对不对 长华科这是股票吗 蔡老师我买在150 还比你们晚一天 竟然都还可以赚这么多 你们到底是怎么选股的 对不对 我这时候才发现到 原来做股票 重点就是选股 就是选股啊 财经的综艺节目里面有在教你选股 他会教你讲一些五四三 那这些逻辑 害得投资人果足不浅 他们才是害你真正赚不到钱的最大元凶 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以今天来说 大部分的财经综艺节目都会讲什么 解昨天 起子拉高结算 今天外资是两面手法 那未来来讲 如果不再这样洗 国内是不是 这个热钱就不再有这个 对内资不利 对外资有利 会教你这些 可是投资朋友们 你学完这些以后 我问各位一个非常诚恳的一句话 我帮你当好朋友 我们 我们就是很简单 剖开 我们的衣服 大家说亮话吗 我觉得你没有赚到20万 原因是在哪里 他没有告诉你买一台支股票会涨停 那不是你的错 所以其实 投资朋友们 你要来看我们这种节目 那有的人就会说 可是老师啊 很多投资节目都是假的 那我告诉各位 所以我说啊 我就讲在前面 对不对 那这个逻辑 我们不妨来跟各位这样子分享 每个阶段都会有一个 不同的要求 在这个时间点 筹码就是最重要的关键 好我们来看 下跌104点 其实也不重要 因为你跌不到哪去 你跌一跌又被拉上来 现在死空头 不像以前那样疯狗狂吠 他会告诉你说 小心叶伦的鹰派发言 小心希腊英国公头 意大利公头 那种东西 举例来讲 人家告诉你说 那你当心接下来有意大利公头 你就不敢买了 对不对 你不敢买 你就不可能赚得到钱 所以不断地告诉你这些 看盘的技巧 总金 然后跟你讲一大堆国际大事 最后的 造成的结果在你身上 是你根本不敢进场 你不敢进场 因为你看这些垃圾节目你看多了 你不敢进场 你听到很多裁军的讯息 你觉得你自己学到很多东西 可是你不敢进场 那有没有什么用 对不对 就跟有一个人练了半天 这个什么路边停车 倒车入库 结果你不敢上车 你不敢上路 你永远不会开车 重点还是实际要下去开 那你实际要下去开的话 当然就是看个股的 那我说我振华站在一个周周二十万的角度 我第一个不追高 那我们昨天买的股票今天让你检查一下 这样OK吗 让你检查 现在这个阶段最重要的就是在于筹码的分布上 所以哪一种股票筹码最漂亮 一定是新挂牌的股票 因为今天我们讲第三季地底做账 很多集团股做完了以后 他会换一档股票来做 那有一些股票的资金就跑到新的族群上 所以新挂牌的股票一定最受惠 那我们来看一下克斯达 昨天假设你买在35块 我们教你的不是花拳锈腿 你确确实实的买在35块 那么我们来算一下 200万的资金35块的股票买几张 60张合不合理 60张的股票 你要看这张股票的未纳量够不够 请问一下这张股票有3000张 你60张买不买得到 一定买得到 很简单 你就20 20 23比就60了 好 那你这个时候30万 35块钱进来60张 今天最高来到哪边 40吗 对不对 那我们讲一个道理很简单 美国的中低价加剧 那市场尤其是在美国 就是克斯达 那现在我们来看到全球免期复苏 速度最快是谁 就在美国 所以你60张的克斯达 从昨天的35到今天40块 那你一张价差算5000 60张多少 30万呢 是不是30万跟我算一次 一张0.5算5000吗 两张1万吗 两张你赚1万 你如果有60张 请问你今天到目前为止 帐上的利润有多少 就是30万 就是30万 没有任何的模糊地带 我成功在哪里 第一个我掌握筹码 第二个 他刚刚起涨 我不是涨了才追 很多股票涨了就算了 你硬要 你硬要去追那个当年你没有追到的女生 没有意义 你去找下一位 很多 很多 地球上还有几十亿个 你的另一半 就找下一个 那 你在找下一个同时 有一个重点就是 你必须要把成功的复制带过来 带过来 像我 我是头顾老师 我不能跟你讲说 刘小姐成功了 王先生成功了 黄小姐来找我 对不起 股票已经上去了 我没有东西给你 那我就 没有资格站在这里 我自己对自己的要求是 当有一天我没有办法带你做到周周二十的时候 我自己会离开 下台一鞠躬 那你问我们今天做到了没有 我们今天做到了 那怎么做到的 我来跟你分享 我们回到筹码的这个学习上 那我们来看到 有人说老师那既然如此 外资 这个台积电筹码一定就不行了 他股本太大 你讲的是股本小的 这句话你错了 是有问题的 我们讲的重点不在于大小 而是在于集中度 台积电的股本虽然大 可是它的外资集中度非常高 所以你看它前天台积电的趋势只要一出来 几乎不会乱动 重点在于集中度 我们从集中度的角度出发 你的路才会宽广 你才跳到真正的强势的股票 所以同样的道理 我们来看我们成功的长华科 刘小姐说 哇一百次进场 天下真的是美好 蔡老师我这辈子最开心的这个礼拜 就是这个礼拜 我跟刘阿易讲一句话 这还不是最开心的一个礼拜 你下礼拜等着看 来到207还不够 继续涨到228 我的妈呀 一档股票竟然可以拉出这么高的价差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原因在这里 这长华科嘛 对不对 这里帮我们拉进来 它的大股东是谁 就是长华店 对不对 长华科的大股东就是长华 那长华它持有长华科多少 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 这里数字帮我们看一下 这是它的比例 55% 55% 但是重点在于什么地方呢 长华科它的本身 股本只有两亿多 全发行总股数 两万四千张 其中有55% 超过一半 在它的大股东手里 另外加上其他原始股东 实际流落在 这个市场上的公司 股票非常少 所以你看它是呈现一个 价样倍移的上工 我当时就跟各位讲过 你看量 你一定会觉得说 这一根过高叫做小量过高 第三根红棒叫贝里 所以传统上来讲 会认为这里长不上去 要拉回 可是刚好相反 这是下一个奇长点 所以我就跟各位讲过 量 像传统上有一些 十几年前老阿伯 教你说量先价行 有量才有价 这种东西在台湾 早就不适用了 其实我讲一句难听的 那早就没有用了 现在还有很多人 还挂在嘴边 那我们为什么会成功 因为我们都把这些过期的事情 抛在脑后了 你去看美国股市也是 你把道琼的图抓出来 你用一个量 看月线图 实际上从海啸以来 整个道琼 美国股市是量越来越少 越涨越多 这是标准的 现在这个十年的最新走势 你真的会标的股市是量缩的 我真的不骗你啦 你看我的长华课就知道嘛 那我们再从这个逻辑去思考 一张股票从140来到230 这个价差的过程当中 一张只要你赚7万块 那你10张是70万 20张叫做140万 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说 我9月过了一个美好的9月 也不过就四五个礼拜 然后还放个台风价 我的账上竟然多了100多万 那一年有12个月 你每个月都维持这样的绩效 你今年是不是会多1000万 明年你的户头就会多1000万 这就是人生的目标 那有的人就说 老师这怎么可能每个月都有 我告诉你真的每个月都有 我不骗你 我等一下给你看新股票 那重点是你要每个月都有 每个礼拜复制上个礼拜 你要拿出一个逻辑出来 那我现在在跟各位讲到 现在的重点在筹码 所以我们就从这个角度出发 那你从长华课这个角度去看的话 你长华也上涨嘛 因为它持股力度很高 那因此的话 我们的长华课第二要符合这个条件 你的筹码一定要集中 对不对 所以我的长华课第二现身的时候 很多人来找我 那像黄小姐他们说 老师这真的有可能吗 我有可能像刘阿姨一样成功吗 我说你可以可能 像今天的伸展8279还在涨 很多人在伸展第一天的时候说 这一支股票一天就拉了快要100% 这以后就死掉 单日到价 你错了 我既然说它长华课第二一定有原因 原因在哪里 它的股本非常小 而且它有一个大股东 对不对 这个大股东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 它的股本非常小 所以你看到它是标准的什么 背离走势 有没有 是不是跟我们长华课那时候是一样 背离走势 标准的背离走势 就是单日量最大 然后量越小 忽之欲出 你看这个七十块 七十五块当天 一路来到今天来到哪边 一张价差算五万块 五万块 我问各位一件事 三百万的资金 七十五块的股票你可以买几张 三十张 其实不止的 应该是七四二十八买到四十张 我去头去尾不要算嘛 抓那么紧没有意思 我算松一点给你 看你能不能答得到嘛 你三十张就够了 七十五块报到今天 一张五万 答案再次出笼了 对不对 又四十五万了 就三天了 对不对 没有错啊 你 投资朋友 这个 因为我们的绩效太好 连我自己都算错了 一张五万 三十张是多少 是一百五十万 难怪我说 今天黄小姐跟我讲的那个数字 是我们刚才听了 觉得非常兴奋的数字 一百五十万耶 有没有算错 没有啊 你当时是在七十嘛 这地方帮我们拉近 七十五啊 对不对 七十五嘛 那今天呢 收到一百二十五啊 一张是不是五万块 三百万的资金 买一张七万块股票 你买三十张嘛 你花两百一十万买三十张 一张五万 三十张是不是一百五十万 长华客也是一百多万嘛 伸展也是一百多万啊 你如果确确实实买到 二十张跟三十张 四十张 一定有 那你如果说你没有买 那我当然没办法 那所以我们来看到就是说 从这两个例子当中 可以确实看到 周周二十万 它在对的股票上面 它表现出来的效果会特别好 因为你一档股票 你赚到一百多万的话 你等于一个月的目标 再一个礼拜就达成 接下来三个礼拜 你只要眼睛仔细看 不要随便出手 你都是赢家 那接下来我们昨天说过了 你们电话拨来 我们用同样的逻辑 带你买一档 对不对 那有的人就在讲说 哇今天教你们怎么看这个 台子期怎么结算 外资怎么样定多空 其实那些东西就没有用 赚不到钱 你学会那些东西 有没有赚到钱 你自己心里最清楚 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 我就问你一个最简单的问题 你今天有没有赚到二十万 那我问各位哦 我用我刚才教你的方式 可不可以复制到二十万 我现在就表演给你看嘛 我们今天早上通知的股票是哪一档 我是说到做到带进去 这张股票叫做六四八六的互动 对不对 那互动因为它是在做这个所谓的 现在是来讲车入那个车联网 那简单来讲就是互联网 但是互联网当中又特别切入车子这一块 所以他才会去找那个什么Tesla 那Tesla因为现在在那个信仪区 已经开始有展示间 以后Tesla实际上在路上开的时候 车联网的话题就会被谈起来 所以明年的梦很大 那但是重点会是在哪边 今天早上我们大概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 慢慢买 慢慢买 买得到 这股票大概三十八块半那边停了两个小时 买个四五十张没问题 那当然我们来看到 尾盘拉上来涨停板 好高兴 今天我们好几个观众朋友们打来好高兴 那我们来看到我们为什么会成功 第一个他重骑小心机嘛 他挂牌的时候你去找一下9月13号的新闻 那他怎么样重骑持股多少啊 那要进军这个Tesla电动车 怎么车联网啊 9月13号的新闻 那重点会在这边 因为你第一天这里最好的时间点没有买到 一定是等拉回的今天嘛 那我们一进去买涨停板 你买个一百万就十万 你买个两百万就二十万了 当天就达成周 周二十了嘛 那关键就来了啦 我们来看一下互动 这里帮我们拉紧 这是不是重骑的持股 没有错嘛 是不是一样也是五十几% 所以你看我们的索马大作战成功了没有 成功了啊 从长花科再来到伸展 再来到互动 一路不停的复制 一直成功 下个礼拜最重要是这一支啊 国庆的股票 那我想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一个重点就是 我们的心怒历程 首先我们很高兴 大获全胜 我昨天预告的我今天也做到了 那我们秀给各位看的股票 也让你们觉得说 台湾真的很有希望 因为 在你亲眼看到这些人 用这些股票成功的时候 你心里一定会燃起一世希望 那我现在要鼓励你 你做得到 你真的做得到 我不骗你 你做得到 一点都不难 是你们老师太差 不是你做不到 你做得到 是你们被那些财经终益节目骗的 耍得你团团转 叫你这个不能买 那个不能买 没有量不能买 什么什么价量背离 那都错的 你现在来找我 因为我带你也是索马的第一根 哪一档股票索马的第一根 国庆日这支 你一定要布局 这是我今年十月份 最重要的股票 九月份的股票 我告诉各位 你错过的话 我现在派五个人 专人跟着你 这句话什么意思 你今天拨电话进来的朋友 我派五个 我们的特助 我的贴身特助 看你是要用LINE 还是用电话 你这五天 礼拜一到五拜五 他就会一直盯着你 我的重点就是 务必带你买到这一档 我们先进一栋广告 稍微加回来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脚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大华国际投资 二 三 六 二 八 零 零 零 大华国际投资 二 三 六 二 八 零 零 零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施着各种生命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拒绝一切草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移境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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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欢迎回来 我们看电脑 台阳减资完了以后 第一根跳空出来 今天在这边震荡洗盘 那很合理 因为今天有部分的集团股 它在轮转 比方说今天一定会有部分的资金 从广雨跑到台阳 所以经过整理以后 我想后续的话 观察今年减资的股票 表现都很好 像文帽他们 文帽就是了 整理两天的样子 往上再拉一根红棒 后续你就观察台阳 是不是这样走 那只要每周 达成你的目标二十 当然一年就有一千 要怎么达到呢 对不对 你这个礼拜二十 两个礼拜四十 三个礼拜六十 那这个东西 你要确实执行 你只要超过三四个礼拜 你做不到 你就会整个不想做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这个 埋在低点是最重要 那伸展当时在七十五块的时候 对不对 一口气往上拉 七十五到一百二十五 一张五万块 三十张就是一百五十万 天哪 想想看一百五十万在你身上 你今年是不是很好过 对不对 这个真的是 有人一天就看到六十万大有人在 一天就看到两百万一大堆 那我们来看有维科当时的感动 今天尾巴还是一样又拉上来 今天尾巴又拉上来 3580 尾巴又拉上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当时 在十五块钱的感动 想象一下 如果你当时有买十五块有维科一百张 那不得了了 对不对 第二天再来涨停十七块九毛 最后来到十九块六毛 到今天再创新高 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刚刚就跟各位讲 如果我没有提前讲 我就不信菜 对不对 你看我的节目一定是 一直持续看下去 看我的节目 你还别人的节目 你还看得下去 我佩服你 对不对 我们这么精彩 嚣张又帅气的股票 你别人的节目 你看得下去我佩服你 但是 就给你看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我们真的是提前 告诉各位 我们怎么做的 那我可以跟你讲 你一定也做得到 你要给你一次机会 期待在心中 不如你自己 二十万在手中 从现在到过年 还有十九个月 你要几个二十万 假设你有五个礼拜 达成二十万的话 一百万让你好过年 对不对 这一百万 还代表着什么 你的信心会回来 那我告诉各位 今天拨电话进来的朋友 我有五个名额 这五个名额 我有专人通知你 这档国庆股 国庆股很重要 双十国庆 这一档股票 十月最重点的代表股 那为什么要专人通知你 就是要你体验一下 体验什么 投资什么 在还没有赏的时候 我先告诉你平产 先告诉你章数跟价位 那这五个人是要用LINE 还是要用手机 还是要怎么跟你联络 没问题 只要你今天五个名额 我下个礼拜一负责 国庆股 但你做到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上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 近期检查瓦斯配管 使用瓦斯要小心 居家安全好放心 内政部消防署关心您 北都TypeNet超值优惠双小号 新世代光纤标网加数位有限电视 平均月付最低只要399.3元 为月补偿最高2000元 限时加码再送首月免费 149台全数位频道 68台HD高画质频道 搭配新世代光纤标网 限时加码再送首月免费 第二到四个月搭配30枚 最低每月只要399.3元 第五个月起